好 另外來看到很多人追求 家裡門前有小河 但是這種絕美景觀 現在成了災難 竹北的豆子 蒲溪因為水量不足 大量的魚群暴斃 瀰漫餓臭味 縣府找來廠商清理 但是工人卻並以行事 把死魚棄置在河床 又或者挖洞就地掩埋 魚屍臭味蔓延 附近的住戶連窗戶都不敢開 縣府除了加強督導清理 也會對廠商開罰 怪獸開進豆仔蒲溪 把死魚群撈起來 卻沒想到處理過後 更臭氣沖天 原來清潔人員便宜行事 河床邊挖個坑 就把大批死魚就地掩埋 讓魚屍的臭味持續蔓延 附近住戶氣得跳腳 惡臭揮之不去 讓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縣政府也緊急派人處理 我們本府也即刻派員去現場 制止也順便叫那個跟他們講說 這個方式是不對的 縣府說會持續監督清理 也會對包商違規的部分 依合約來開罰 但魚群大量暴斃 在豆仔蒲溪 不是第一次出現 去年就曾經清運過兩噸以上 除了枯水導致融氧量不足 生活污水的排放 也會造成魚群死亡 目前縣政府規劃會再將生活污水的接管率 從三成以上持續提高 還給家園前的小河清淨的原貌 而是新聞莊明仙蔡長崗蒲新宇新竹報導 謝謝大家